位在达仁湖土板村的新兴社部落 居民使用简易自来水系统或是自行接山水 但每逢枯水或是台风季节 蓄水量不服使用 水质也浑浊不佳 居民都担心影响身体 所以根本不敢拿来饮用 都要自己买矿泉水 因此部落居民都期盼 能够有自来水可以使用 让生活更便利 位在达仁湖土板村的新兴社部落 居民常年使用简易自来水 或是自行接山水 但只要一下大雨或是台风季节 甚至枯水期 水池就会浑浊 根本无法使用 有一个管理委员会 我们这部落 现在专门就拍一个 脚比较好的 专门去看水 然后用那个过去 当然也是相公手补助的 然后来引到每一户 我们这几户用是够 可是一下也就变成浑浊 根本不能吃 好几天就没有用水 由于部落没有自来水 面对水质不佳 居民根本不敢拿来饮用 就怕喝了影响身体状况 因此都只能买矿泉水 多了一份开销 这几天都一直下大雨 那水质一定不好 那你们怎么喝水 矿泉水 买矿泉水 你们现在都用什么水 山水 山水 自己拉的 它不干净 水是不干净 对人体不好 部落居民大多是年长者 无力上山检查山水水源状况 简易自来水水质也不稳定 让居民用水出现很大问题 因此期盼相关单位能重视解决 提供居民便利用水生活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